阿拉伯诗歌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,已知最早的阿拉伯诗歌可以追溯到六世纪,但口头诗歌被认为更为古老。 古典阿拉伯诗歌主要分为押韵诗和散文诗两种类型,其中前者的地位大幅提高。 这些押韵诗分为15个不同的韵律,并由Alpha-Lahidi在Lad科学中收集和解释。 阿拉伯诗歌主要有两种类型,押韵诗和散文诗。 押韵诗歌分为15个不同的韵律,由Alpha-Lahidi在Lad科学中收集和解释。 Alpha-Lahidi的学生Alakfesh随后又增加了一米,诗总成绩达到16米。 诗的节奏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Hiburu。 阿拉伯诗歌中所使用的不同格律如下。 1.Elmuallica连结 这是阿拉伯诗歌中最常见的格律。 韵律在阿拉伯诗歌中的作用是为语言增添音乐性和节奏。 押韵用于强调某些单字或短语,并在诗中创造节奏感和流畅感,整首诗。 阿拉伯诗歌中的韵律被称为Hiburu。 它是诗歌节奏的计量单位。 Hiburu在阿拉伯诗歌中的意义是指诗歌的节奏和节奏。 Hiburu是诗的节奏和韵律的计量单位。 诗是由美航的音节数决定的。 诗的韵律是由美航的子音和原音的数量决定的。 Hiburu是诗的节奏和韵律的计量单位。